运动后肌肉酸痛怎么办? 今天教你三招,让你轻松应对 我们要了解肌肉酸痛的原因 肌肉酸痛通常是由于运动时肌肉纤维撕裂 然后在修复过程中产生的酸痛感 这个过程是肌肉生长的必要条件 但过度的酸痛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运动效果 那么,如何缓解运动后的肌肉酸痛呢? 我们可以采取冷热敷的方法 在运动结束后,用冰带敷在酸痛的部位 每次敷15分钟左右,每天敷2-3次 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疼痛,促进血液循环,加速肌肉恢复 冷敷可以帮助收缩血管,减少肿胀和疼痛 而热敷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加速新陈代谢,有助于肌肉的恢复 另一个方法是进行按摩和拉伸 在运动后,对酸痛的部位进行按摩 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肌肉,轻轻揉黏 每个部位按摩3分钟左右 然后,进行拉伸运动 如大腿酸痛,可以做大腿前侧和后侧的拉伸 这样可以帮助放松肌肉,促进血液循环,缓解酸痛 还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物质 在运动后,补充一些富含蛋白质、便解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如肌肉、鱼肉、牛奶、香蕉等 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肌肉的修复和生长,加快恢复速度 同时,多喝水也有助于排除体内的乳酸,缓解肌肉酸痛 学会这三招,让你轻松应对运动后的肌肉酸痛 在下次运动后,不妨试试这些方法 让你的身体更快地恢复 更好地投入到下一次的运动中 同时,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和科学的训练方法 也有助于减轻肌肉酸痛的程度 希望这些小技巧能帮助你更好地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